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者合一 偏效共振的营销策略成为共识 实现路径却成为痛点 随着流量红利的逐步减弱 竞争者数量的急剧增加 企业货客的难度如今也在逐渐加大 于是 以效果作为投放基础的效果广告受到更多的关注 广告主希望借此实现精准货客的目标 如何解决效果营销投放困局 在效果广告投放的过程中 广告主可能会关心以下问题 如何在没有任何数据积累的情况下 控制好成本还能获取更多的量 如何实现大批量的创意制作以及千人千面的沟通 如何搭成移动互联网新宠儿 短视频的东风 让广告变得更有趣且有效 如何获取高质量的销售线索 与销售部门更好的配合 在Social Beta看来 要解决效果营销的根本困局 答案其实不仅仅在于 工具 或者技巧层面上单点的优化 事实上 随着在线场景从单一走向多元 效果营销也呈现出 与以往非常不同的特征 首先 一短视频 音乐社交等为代表的泛娱乐场景 让用户在线生活的时间 变得进一步碎片化 广告主已经意识到 如果还在用传统硬广的打法 难以真正出达目标受众 K.A.Intermediasic 2017中国社会化媒体合局概览 以短视频为例 尽管其营销价值得越来越多的品牌所认可 但如何做出好玩有趣的短视频 却让很多有心尝试的广告主 感到束手无策 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人们印象中的视频广告制作 存在一定的门槛 比如 如何找到符合短视频特性的拍摄工具 如何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视频创作者 后期的视频剪辑和特效制作 怎样才能省时省